丘吉尔对英军缺乏进展 大为光火 于是亲临埃及市场 临阵换帅的情节再一次上演 这次取代奥金莱克的 不是一位而是两位将军 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 任中东战区总司令 伯纳德蒙哥玛丽将军 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此时英军与轴心国部队的战斗 已经陷入僵局 双方胜负难分 北非的命运仍然难以预料 现在一切都将取决于 英军是否能够封锁轴心国 横跨地中海的不济线 在二战刚开始的几个月里 盟军一直牢牢掌握着 对地中海的控制权 英国从中东运来的石油 可以平安从这里通过 往来印度和远东的交通也畅通无阻 意大利的进攻改变了这一切 其海军舰队装备精良 技术先进 意大利将火力对准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处于英国控制下的马尔塔岛 这座小岛 是英军在地中海的重要燃料基地 可随时向英国潜艇和飞机提供补给 当意大利和德国船只 意图横跨地中海 向北非阵地输送补给时 英国皇家海军会以它为基地展开拦截行动 1940年夏天 意大利对该岛展开空袭 持续两年的战斗就此拉开帷幕 这给该岛居民带来了极为可怕的伤害 尽管马尔塔战略意义非凡 可英国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警察官网友 继续两者